花莲縣参加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软式网球比赛 凤林国中获得了国中团体组全国冠军以及个人单打亚军 27号的上午在凤林镇公所的三楼礼堂举办了颁奖典礼 镇长萧文龙非常感谢学校以及软网协会的协助 多年来给予凤林镇在软式网球上的推广才能够拥有如此好的成绩 凤林镇推广软式网球运动不遗余力 不只办过国际软网邀请赛 邀请12个国家的选手前来一较高下 奠定凤林镇网球发展的基础 因此镇长萧文龙非常感谢软网协会协助凤林镇举办相关赛事 我们代表凤林镇感谢大家 因为你们这样的努力 我想我们在全台湾 目前来讲全台湾 只要讲到说暖网 大家不敢轻视我们后面的实力 大家一定会有畏惧 所以这是我们选手们跟教练们 大家共同的努力 所以说我们这很值得 我现在是心里在想说 那有的要上高中了以后 那我们以后的暖网选手会不会断产 我希望说我们应该要联系下期 我们向下杂工 从小学就开始练 所以我们出去我们应该 我们会比人家更强 在这里很感谢我们会长 赖会长还有校长 还有两位教练 各位行手 还有我们的协会的总干事 还有我们各位会 感谢你们 为我们后年的暖网来努力 我相信 不用再几年 真的是我们会打到过去去 现在打到全台湾 他也感谢软网协会的帮忙 才能够让学生透过多次的比赛 吸取经验 这一次更是颇天荒 拿下了全国赛国中组的软式网球冠军 让凤林镇的知名度也因此逐渐打开 凤林镇软网协会理事长赖刚宏表示 学生的成功都要归咎于详情 家长给予学生学习的机会 其实就像称如刚刚政长说的 我们凤林是一个小镇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自菲薄 其实只要我们有信心有信念 我想我们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得到 就像去年 大家可能都没有想到 我们还可以办一步国际赛 这是从来都难以想象的 以一个一万人口小镇 竟然可以承办十个国家参与的 一个这么大的赛事 然后再到今年我们全中运 我们可能出发前我们设定自己 当然就是以罗牌为主 那没想到我们大家还是 这个众志成城 除了选手们的努力 教练的用心 还有加油团协会成员 一起帮忙 在后勤资源上都做足了 这个补给的能量 所以呢今天有这么好的成绩 花莲从来没有得到过 阮式网球冠军的成绩 镇长肖文龙说 这是为凤林镇争光 凤林镇的乡亲 为阮网的帮忙 以及协助 从学校到乡亲的付出 在他们小学三四年级 就开始浇灌 才会有如此好的成就 凤林阮是网球战 记者林杰 凤林镇采访报道 是为凤林的那种